請進去清大學 希望大家跟您先說 那我在想說 你們在做這個能源的時候 你們是否也考量到說 所對地球 我們這個地方台灣所造成的傷害 然後這些會不會是你們做決定的考量 是否會繼續發展核能的考量 那我是很喜歡大自然的一個人 當我知道核廢能會傷害大自然的時候 我在網路上面也會看到有人講說 這些專家你們在弄核能的時候 把核廢料製造出來 那核廢料如果說你們這麼贊成的話 為什麼不買在你們家 比較後院 我也聽過這樣的話 那同時在做核能的時候 你們也做一些實驗 那在做實驗的時候 在動物的實驗上面也是很殘忍的 那這個為什麼又被允許呢 我覺得在這一方面 可能都要做一些考量 那我其實是蠻感謝 雖然是這個時候不對的一個想法 那個日本的311事件 因為日本的311事件 讓我們台灣在這方面 反核方面有比較強的聲音出來 我也很感謝 因為這個事件 讓你們核能委員的人 才真正開始考量到這個問題 再來就是 另外一個資訊公開的方面 我覺得現在的21世紀已經不一樣了 很多年輕人 我們在媒體上面 我們看到很多的話題 都可以搬上桌面來談 雖然說會吵得沸沸揚揚 過程會吵得沸沸揚揚揚 可是等到長安落定的時候 我們人民都做出選擇了 而且我覺得選擇都滿理智的 為什麼不信任我們的人民呢 我們有這麼多大學畢業生 這個也是可以考量的 這個是表示出對一般人民的信任程度 我相信我們可以說出對地球 對台灣以及我們的家人 旁邊的大自然做出好的選擇 好的決定 另外一個針對 我問一下, Michael Snyder 我問一下 我問過一位 我問一下 過一位 在國際上 我問一位 在國際上 我問問 國際上 我問一下 他問 尖 他問 雖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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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ergy from France I wonder if that's true And what does it mean? 谢谢 这个问题很有趣 在台湾到处都被问到 这个也代表 在台湾的媒体 我不知道怎么传的 这些资讯的成功 所以这个问题 你还在请 Santhe先回答 我们都以为 很多德国从法国买电 对不对 还有另外一个迷思 这个等一下是不是可以提 就是这个 韩国是因为有盖隔电厂 所以经济发展 就比我们台湾更有竞争力 这两点我觉得台湾宣传的很成功 所以等一下可以请大家分享 看看怎么去看这问题 好 那还有没有其他伙伴有问题 这位请 也请报一下你们的张网 谢谢 好 然后 我是大学生 我想问一下就是 刚刚刚有提到说 就是 那些政策是需要民众参与的 那我想要问一下就是 那位参加就是 你们赞不赞成就是在晋级 就是去用公民投票的方式来做能源政策的评设 谢谢 那问题是说公民投票来决定能源政策是吧 对 就是 还是能源政策 还是核电厂 能源政策 能源政策 这种又公民投票的方式 大家觉得怎样 好 谢谢 那后面那位 直接你 桌上任何一个就可以直接讲 谢谢 我只想听 你也发现 你也发现 我姓蔡 我是那个博士生 然后 因为 今天 我看到很多讨论都是集中在将来对核电厂采取什么态度 但是我想提醒一下 因为我最近才看到那个 辐射屋受灾户的理事王先生他发表的文章 他说到今天为止 还是现在进行事 很多受害者他们没办法负担 发出去 还住在辐射屋里面 如果说连现在进行事的受害者 我们的单位跟我们的社会的舆论 没办法来协助他们 那想要设想说 对将来有什么风险 想要制定什么计划 我觉得这样可以相信吗 好 谢谢 辐射屋这个问题的确已经二十年了 等一下可以请几位参加来跟我们分享 刚刚还有这位跟这位 先请后面那位 谢谢 我有两个问题 我是一个媒体记者 也是一个妈妈 我的第一个问题当然是我记者的身份问题 就是说 关于我们的核废料的问题 就是说 我访问核工人员或者是说 搞核电人都会说 现在等大人要死就是非常危险 那金山人呢 每天就是说 只要说要盖干支鼠 金山人就会去抗护 但是金山人抗议员 他们会看到一些认为是说 你今天把核废 你今天说要盖干支储存厂 你并没有讲 因为他们认为说 以后所谓核废料 金山就是终极的储存厂 他们害怕的这个样子 可是台电跟原人会 从来没有清清楚楚地告诉台湾人 或是金山人说 你到底核废料 你到底要怎么处理 你到底是只是把它拿出来 你是要让你的核电厂原意呢 还是说真的 你在这里暂时的终极储存 然后你到最后 你要能够放到南田去 可是问题是 南田有可能我们这个核废料 可以到时候运到南田去吗 就是说我们在讲核废料 这个问题的时候 从来没有一个完整的计划 那你要让人民如何相信 刚刚那个我们的副主委 也是讲说透明化 但我就会好奇是说 这个透明化 你有没有透明化 你没有透明化 又如何取得信任呢 所以我会好奇的是说 到底台电 就是说你要嘛 你觉得说 比方说我们的燃料石是这么危险 比方说小叔就算过说 那个等于是十万颗核弹的 那个又燃料在那里 如果是这么危险的话 那你是要跟金山人说清楚 我们别无选择 我们必须要把它拿起来 金山最后就是终极的储存场 那你这样子是不是要来沟通 我觉得就比较有一个信任可以沟通 这是我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也是一样 是核电厂透明化的问题 就是说辅导发生核灾之后 就是我自己也是一个妈妈 我就非常的害怕说 每次地震的时候 我们的核电厂到底安不安全 可是我们没有任何的管道 可以知道核电厂安不安全 那辅导的经验告诉我们是说 就是包括日本政府都在核心荣耳的时候 他都没有老实地说 大量地放出辐射线的时候 他们也都没有老实地说 是隔了好几个小时 好像是八个小时之后才说 我自己当然 因为我们会认为说 反正我们年纪也大 反正已经中年了 可是我们的小孩要怎么办 我们有没有一个透明的管道 让我们知道核电厂如果今天出了状况 我们可以把我们小孩子赶快很快地送走 因为我们不是像福岛 福岛出事隔了东京还隔了250公里 可是我像我家离合电厂才22公里 内部才22公里 我可不可以问说 那我做一个妈妈我要怎么办 所以我认为是说 台链跟原人会不停地在讲说要沟通 要透明化 可是你那个实质的内涵到底是什么 所以我今天希望说是说 在这里就是我们有没有可能 然后说我也问过小叔这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 但他的回答是认为是说 我们有没有可能在我们的那个核电厂的中控室 那其实很省力嘛 你就架设monitor 你就架设那个 你就是看你有没有监视器 对监视器或者是什么 就是说你在网路上24小时公布 对 或者是辐射侦测器 让我们知道说 诶是这个核电厂有什么状况 可以像我们这样子的家长 就是说不会这么的害怕这样子 对我的问题就是这两个 谢谢 好 谢谢 好 刚刚还有最后一位 请 谢谢 大家好 谢谢你我 然后代表我自己 其实 我的问题是 就我的了解就是 其实台湾现在讨论很多能源问题 是在两个部分 一个就是电费结构的问题 然后另外一个部分 但是我们发展在生人员的经费 那我很好奇的是我想要请教Michael 就是 嗯 其实在台湾现在我们的工业的电价 它是低于成本 然后其实我们也在反省说 我们在 电价上面有化石难料的补贴 这一方面的情况 那其实我很惊讶说 刚才Michael提到说 在法国其实有很多的人 他们其实没有办法负担 他们的电费 那就是考虑到说 刚才其实有讨论到 Affordable的电力的问题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其实法国他有再去提高 就是他的电力公共的服务的经贴 就是CSV 然后在德国他也有再提高 他在生人员的一个分摊费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很好奇说 在很多人都已经没有办法 负担电费的同时 那社会上的德国跟法国 他们在社会上 有没有什么讨论的经验 或者是怎么样公平讨论的过程 去让他们认可 必须要提高 这个再生能源分摊费的 这个可能性 然后甚至是在 他们很多人都没有办法 在负担电贾的情况之下 让社会怎么样去接受这个决策 那我希望说能够 听到Michael的分享 谢谢 好 谢谢 那个因为想说 给Michael准备一下时间 所以我们请那个 我们跟这个谢副主委先回答 不过我先前先讲一个 今天谢副主委 现在已经不是现任的 原始人文会了 但是 他已经离开 当然他在可能研究所 不过我想 他也可以就他的经验 跟大家分享 我觉得里面有很多 还是新增的问题 我先请那个谢副主委 我是也依依温想 感觉上慢慢变成剑靶了 这个其实跟我们从来想象比较接近 但是 就像这样子 我现在已经不是副主委了 其实我个人也认为 这个在资讯错误 在过程上面 真的做得很不理想 所以 最近我跟立萌也在谈 有关合会的问题 我们是不是能够一起来想 怎么样 可以建立一个机制 让他真的是透明 让他所有的都会揭露 然后大家有互信 能够让民众都会参与 我想 我们慢慢来建立 现在不理想 我也不会觉得不理想 所以 这个事也很抱歉 幸好我现在也不是副主委 但是我还是很愿意做这个问题来回答 我是觉得 刚刚也提到 就是说 如果合会的案件 为什么我放在你家 我记得 我在当副主委的时候 有一次 郑村其他主持 这个非得午餐的节目 他就扣引 你一定要回答我这个问题 为什么这款案件 你为什么不放在这种 哈哈哈哈 我记得那是崔素心的 也是跟我在对打 但是那时间很短 所以也没有同步的时间来讨论 那时候我也是很坦白在跟他讲 我们不能否论 这个合会是有危险性的 我一个人是有危险性的 合会是需要有完好好的管理 不管是用工程的方法 来好好的管理 然后我们是相信 就是如果我们用好好的管理 可以让他变成安全 不是说他本身是安全 很深度安全 当然我们就暴度到处摆 但是如果 我们还要经过工程的管理 我们应该选一个 比较工程的管理 比较好的地方 来做 最前秘是最有利的 所以这个部分 我是觉得 我们刚刚讲 你为什么不放你家 其实我是觉得 对解决问题 并没有什么帮助 但怎么样才有帮助 我希望说 会有机会跟利盟 我们真的是 好好走下来谈一谈 到怎么样的方式 对国家解决这个问题 似乎也比较有帮助 现在是不理想 真的是不理想 那当然 刚刚也提到 难道你做何人呢 就这么可恶 都没有TD的 我想 平安你讲 我是觉得 要发展何人的 这样一个政策的决定 其实远远在 比我早以前去决定 那到底 到底我是受害者 还是受益 有时候我自己也在思考 你要知道 我在头考联考的时候 在前新竹 最高峰的是何宫 是何止 然后呢 早知道我当初就这种电子 我竟然是电子新贵 早就退休了 不要在这边接受 变成电法 那你要是 但是 我是觉得 现在我们真的是 不需要再去讨论 我们真的是面对问题 我们来看看人 怎么样来解决 是比较务实的方法 不要说是 谁在伤害谁 真的是要好好来面对 这个问题来讨论 那 我必须要坦白的承认 就是说 何人的 开座的时候 事实上大部分 都在一个比较封闭的社会 像台湾是一个危险时代 做的决策 现在我们走到民主时代 我觉得 何人在这方面 是适应不良的 因为 危险时代 你可以 上面做一个决定 你就是理工的人 你就把它做下去就好了 不需要去沟通 但是民主时代 完全是不一样以后 这些学理工的人 事实上大部分 都是窄然的性格 叫他去沟通 事实上他也不会了 所以 他就是没有办法 做一个适当的转换 这个事实上 你怎么讲 有时候 他就是不会沟通 这是我们的教育的问题 你说 他是害人家 还是他是被害的 这个真的是理不清 但是我们就一起来改进 这个除了就是说 这个 这个 这个我们从危险到 时代 在民主时代的沟通 这个 转型的不良以外 其实 我深深的觉得 刚刚大家很提到 就是说 像河人这样一个 有危险的意义 他绝对不是 纯粹的自然科学 或是理工的人 他需要社会科学的人来参与 所以我们 国家需要有这样 夸领域的对难的机制 但是在我们国家 这样夸领域 还蛮难的 因为最近 我有一个计划 跟政大人公平记在合作 我深深的觉得 就是说 你现在叫一个理工的 学生 去思考 这样一个政策的问题 所以理工的学生 他不愿意的 但是考虑 我来思考 这个我毕业以后 是做什么早事啊 对不对 但是呢 你叫社会科学人 来做这样的问题 事实上他里面 有很多技术的层次的东西 他事实上 也好像 不管是难以切入 或他不愿意切入 因为他将来毕业 以后最重要 就是考考考考 又不考这个 对不对 所以我们有社会上 一个解构的问题 就是说 我们这个需要夸领域合作 但是呢 谁来夸领域做思考 是谁来思考 对不对 你有没有提供这样的工作机会 你没有提供这种机会 在思考 很多事业的谁要来做 所以这个 可能这个问题 也不是那么单纯 但是我还是要强调 这种工具 真的只要花了 我们需要 常常看到我们 为什么政策做得不好 我一直觉得政策有三个层面 头一个就是 经济学家在做一个政策分析 到底这个政策做下来 国家经济长期的发展很一样 但是人缘是一个 跟技术非常相关的东西 然后呢 经济学家坐在工具 他对科技也不赖道 他就坐在工具里做一些假设 假设也不见得是对的 分析出来 就要做 然后呢 事实上理工的人 他很务实在做 但是理工的人他也不懂经济 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说 当你真正去做的时候 你不只是考虑经济的问题 不考虑理工的问题 你要考虑民众的感受 这是社会科学 这是社会学的人 但是社会学的人 我们经济人 学经济虽然说 他是属于社会科学 但是经济人 其实不懂社会的 他对社会的感受也是很低的 理工的人更是 这社会的感受也是很低 那这样的夸经济 夸 夸 这个理工 夸 夸 社会这样一个夸领域的 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understanding 可以愿意 发精神来说 如果我们不愿意 发精神来说 其实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 我一直在强调 我们必须要一个活动平台 大家愿意来谈 大家愿意很谦卑的来承认 我们是懂得这个不太很多 我们一直听别人讲 然后 你也 当然 你也愿意去讲 如果我们有这样一个平台 我们慢慢来 还有可能把问题理得清楚 所以我还是想要说 这个事情 不是很简单的事情 我想说 也不要 也基本上 我想说 基本上 那我跟王好人士 沟通的时候 我都会对我王好人士 为 为理想 再坚持的这样的毅力 但是千万也不要把沟通都想的是坏人 因为 我是觉得沟通就是这样子 我们都先人 先有一个父亲的 我们都假设这样是好人 然后 官其言 查其行 他真的是坏人的时候 才说他是坏人 还来得起 因为我们一下子就说 人家是坏人 我觉得就做不下去 这种沟通就没有办法成立 这是 我先告示一下 这样的意见 好 谢谢副主委 我其实是建议 要给和工业者 学界的朋友一些刺激 应该把不费料拿到清华大学 我的意思就是说 其实和工业的这些专业朋友 应该学着去了解 社会沟通 风险沟通的重要性 说不定 这开玩笑 因为我自己也清华毕业 虽然我不是和工系 大一灭亲 可是我觉得值得去思考 就是大家互相有同理性 那那个 我们先请Snyder 来跟大家分享